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先生说向柜台反映冷气不冷还会滴水 拆下滤网发现脏道不可思议只好自己清洗 想喝水发现水质黄沉沉还有沉淀物 母乳也只能接放员工用的冰箱 感应灯护灌太太根本不敢睡 房间状况多我们回到岸南区的这些摩铁向业者求证 他都不太会冷 还要把我们洗滤网 如果吃水已经真的很久没有人去出用 当然会有沉淀物 业者表示有疏失他们会配合改进 只是当天消费者并未要求换房间 只是原本开心的台南游 却因为汽车旅馆房间的状况多 还要自己拆滤网清洗住处以肚子气 三星王少宇 黄家平台南报道